大家好,我是曲达雍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同学 分享了一下他们转行的经验 那么我呢,就从老师的角度 从这个在这个行业 从业了20年左右的一个专业人员的角度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我要是转行去做数据分析的话 我应该怎么做 那首先呢,我也确实是转行 因为我原先在国内学习的是建筑学 就是这是一个十分艺术类的一个专业 因为大学的时候都是学的画画什么的 像什么高等数学啊 什么高等数学我们可能学的是 小开本的黄皮的 清华大学边的上下侧的前半侧 至于什么linear algebra statistics这些我都没有学过 我都是在美国的时候 才开始自己去pick up这些东西 那所以呢,就是说转行它并不是一个问题 那么首先呢,它有几样东西是比较确实的 第一呢,在北美 我们现在说在北美 它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歧视 你50岁,你接着去做这个东西 你也能做下去 你刚毕业,你也能做这个东西 所以说年龄,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它没有什么数据分析本身这一块呢 它没有什么专业限制 就是说你学什么专业都可以转过来 因为它是处于一个在这个business和这个和technology之间的这么一个职位 你可以看啊,在网上 很多大学它setup一些专业 它没有setup像这个business analyst或者是data analyst的本科专业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专业 它是一个符合型的一个什么个东西 所以说你没有什么专业限制 第三个呢,它也没有什么族群限制 就是说很多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干点活会不会有人歧视 确实没有的 它不是那种卖高端奢侈品 它就需要长一个老外的面孔 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它没有这个 相反呢,由于我们这个华人可能工作太勤奋了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歧视其他的族群 所以说族群限制是没有的 那这是优势啊 那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限制呢 它也确实有 第一个限制 第一个第一个限制其实就是语言限制 那有人说这个什么叫语言限制呢 就是说它还是要求你能够和别人进行这个专业的沟通的 它并不是像programer那样 就是对语言没有任何要求 如果你是在这边上大学 或者说在英文环境里面工作 那问题就不大 第二个呢 就是尽管没有年龄限制 但是你要找这个和你年龄相匹配的职位 比如说你刚毕业 毕业两年之内吧 你就可以找这种初级职位 那毕业二到五年呢 你也可以勉强的找初级职位 基本上应该初级偏中级一些 毕业五年以上呢 那就一定是中级以上了 那么至于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这样 你说我是转行 我大爷毕业十年了 我就想找一个初级职位 可以吗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因为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招人的 那我有一个刚毕业的 有一个毕业十年的 我肯定招一个刚毕业的 因为刚毕业的 它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毛病吧 对吧 你让它干什么 它就干什么 那你毕业时间长了 毕竟你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己的考虑啊什么的就不太好用 就是说如果就是就是门当户对吧 所以说你不要去考虑那种什么我从初级开始做一直做到中级 然后再怎么样 你就是一开始 如果你你转行 你毕业时间年线比较长 你从最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找那种职位和你这个年龄相当的啊 水平怎么样 水平你花钱花时间 你提高到那吧 你就不要想那个什么 我先从头做 先从底做 然后再慢慢提高 那个time慢了 并且别人也等不到你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你一定要学习能力 因为你要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这可能是终身学习 因为这个你这个工作呢 它一直是在变化的 每两三年就有一些新的工具啊 什么这个一些新的算法 所以说是需要一直不停的学习的 好那下一次呢 我会讲一下就是不同职位职业的区别 然后供大家参考 好谢谢大家